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靖 娜娜今天上学是最后一天去学校 相当于开一个算学典礼 娜娜一年级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说哈喽 娜娜 你爸呢 爸爸 拜拜 谢谢 我们出发了 你爸慢着嘞 再打办法了 嗨 帅哥 减肥成功了没有 减肥成功了没有 他现在在叫那个出租车 出租车 出租车 这个小小服在这边 走了 小白 车车来了 这小服今天穿完之后就可以扔掉了 已经短了 要买新小服了明年 这个香标标 好久之前买的 辣在床底下了 今天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 被娜娜眼睛看到了 直接拿走喝了 娜娜长大估计感觉她的童年是没有零食的 因为国外的零食一般都是甜的 什么巧克力啥玩意儿的 他爸说着他去跟那边拍照去 他跟朋友聊一下 他说这不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们班 他妈妈 她们这边一个班最多就是22个学生 一般进校区之后 所有的人几乎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能叫出来 操场也比较小 三学典礼开始了 他这边不是全校统一的 而是每个班开自己的三学典礼 学生就准备几个表演的小节目 这是孩子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 目前孩子们整体大部分人都是处于一个害羞的状态 跟平常的表现不一样 第一首歌曲快结束的时候 孩子们的状态好了很多 现在是给孩子发证书以及年度总结的时刻 那那是最近是一个阅读高峰期 看到什么字型都要把它给读出来 一年级的毕业典礼结束 本来想给那那买个蛋糕都没有好看的 庆祝一下她小学一年级毕业 一次感还是要安排的 一年级毕业 买个小蛋糕 我们俩都在减制期 这一次就不买大的银 她自己开心就好 一次感一个就好了 我怕我怕 难得讲一个冰淇淋 好久没让她吃冰淇淋了 美不美 太美了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静 关注我下期再见 终于可以要回国了 开心